傅长明能发家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赚的都是不干净的钱,他的身份就相当于是林满江洗钱的白手套。 常年身居高位的林满江,说没有打装服内部资源的心思都没人信,这两个人之间的勾结真可为何拍? 傅长明在林满江的帮助下,够追尽了不少便宜的地皮。 林满江又利用自己董事长的身份,在傅长明建起的长明宫常租写字楼,一年五千万的租金那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 两人说是好兄弟,其实无非就是利益共同体,这个社会就是因利而拒,能维持两人一直以来的关系,甚至让傅长明送出一架私人飞机给林满江。 说是打江山积累下来的友情都有些搞笑,且看傅长明对秦荣诚的态度就可知一二。 曾经都是一起赚钱,情同手足的兄弟,现在看到路破城丧家犬的秦荣诚,傅长明一边是满口的阿弥陀佛,一边却是满嘴讽子的话,把秦荣诚逼了个狗急跳墙。 面对秦荣诚的威胁,傅长明丝毫都没放在心上,坦白知道正是对秦荣诚的低估让自己松了命。 齐本安自从展开对林满江的安装调查之后,掌握的线索是越来越多,更是发现中复集团和长明集团之间有着庞大的利益数损纽带。 甚至征服47个亿买下的烂矿都和傅长明脱不了干系。 看着齐本安现次的破竹之绪,林满江只觉得一阵后怕,昔日的石兄弟情分顶多让自己保齐本安一条命罢了。 只要肯捡口不咽,林满江也愿意考虑放掉齐本安。 可让林满江万万没想到的是,傅长明的死讯传到了自己耳朵中。 相比失去这位老朋友的难过,林满江更hyp的是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暴露。 其实从傅长明拒绝秦荣城的那一刻起,秦荣城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了。 看似幸福的傅长明最使心狠手辣,只要自己不先下手为强,必然落得个凄惨下场。 就利用最后一次见面为借口,一当刺死了高高在上的傅长明,然后当即去公安机关滋首。 林满江的交集现在也成了无用,毕竟傅长明留下的遗物, 最证明林满江的所有罪行。 傅长明和寿荣城一样都有记笔记的习惯,但他的目的却是记住所有朋友的把柄。 没想到现在这本笔记把林满江彻底毁于一旦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